占领行动第23日 在旺角、金钟等地 继续有占领人士聚集 在金钟、天华道汽车通道重开 政府官员可以搭车进去政府总部上班 而旺角、尼敦道和阿加路加交界 集会目前大致平静 但凌晨气氛一度紧张 警方形容旺角的非法集结 正是步向暴乱的边缘 有运输业团体就入品 要求占领者离开马路 而政府和学联明天的对话 担任主持的岭南大学校长郑国汉说 会确保双方在备受尊重下表达意见 我们先看看对话的安排 占领行动持续超过三个星期 未来有什么发展 学联和政府星期二的对话被视为关键 会面在黄竹坑医尊学院举行 由大学校长会召集人 岭南大学校长郑国汉主持 对话预定两个小时会有直播 政府五个代表包括政改三人组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律政司司长袁国强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 学联方面有秘书长周永康 副秘书长岑奥辉 常委罗冠聪 梁丽国和常务秘书中耀华 会面一开始 双方各有五分钟发言 之后个半钟头是自由提问和回答 每人发言限时三至五分钟 最后二十分钟 双方各有十分钟的总结 我希望大家的发言都是比较简短 然后是多轮发言 这个是起码我自己的倾向 因为这样会更加令到会议有效率 因为我们目的都是希望 两小时真的可以有效地利用 所以假如长篇大论 半个小时一个人说完就未必是最好 郑国汉重申会不偏不倚地主持对话 确保双方都可以在被受尊重的前提下 表达意见 无线电视记者李坤雅不答 有运输业界和食肆负责人分别入品法院 要求占领者让出道路 以及追讨因为占领行动导致的损失 高等法院下午紧急开庭 处理有关的士业界临时禁制令的申请 的士司机从业园总会大概20个代表 去到旺角抗议占领人士阻碍马路 期间同集会人士和围观的市民口角 需要警员分隔和调停 的士司机从业园总会派出一名代表 和香港计程车会代表一起入品高等法院 要求颁令禁止人占领 或者煽动他人占据旺角一带道路 起码可以帮助到有一个理据 警方可以执法令到道路可以暢东 代表他们的大律师莫树联说 香港大部分市民尊重法律 反映至少可以有效减少市民聚集 星期五晚旺角发生冲突 部分人受伤 法庭是时候介入 防止冲突进一步扩大 亦都防止社会部分地方进入无法无天的状态 又说早上只得大概70人占据旺角 认为这一日是颁禁制令的好机会 而经营多条由东九龙来往旺角小巴线的 潮联公共小型巴士有限公司 亦都申请禁制令 要求法庭宣布 占领人士要立即让出道路给小巴行驶 并且禁止占领人士再倒路 和破坏路旁的设施 阻碍小巴行驶 另外在湾仔经营潮州赛馆的负责人 入品小额钱债审财处 向占中发起人戴耀廷 和陈建文索偿五万元 负责人说占领行动已经令他损失近二十万 又说明知今次入品机会渺茫 但是希望被政府知道的情况 另外有一名超市的负责人 同样入品追讨损失 两宗案件12月10日提讯 无线电视记者 善警威辈导 高等法院刚刚颁布临时禁制令 不得占领旺角一大道路 高院法官潘兆初认为 不占领对于公众造成滋扰 严重影响的士业界的收入 任何人即使是示威者 都不能独霸马路 要平衡整个社会的公众利益 希望示威者尊重法庭的命令 如果不满应该透过法庭理性解决 另外三百多个区议员联署 速请占中人士撤离 有公务员团体发公开讯 批评政客利用警方执法的失误 打击政府和警队 有旺角的居民就说曾经因为不满示威者阻塞道路 上前理论时被袭击 34岁做点心思苦的杨先生 在民建联区议员陪同下接受访问 杨先生说他住在旺角的新兴大厦 位于占领范围 星期六凌晨回家 因为大厦门口被物品堵塞 他搬开时跟占领人士口干 你刚好障碍物阻挡了我们的门口 我无办法才移开你 他们已经不跟我说那么多了 冲过来就已经是动手动脚 又拿硬物又拿遮掌之类的物件去袭击我 我唯有拿手去挡 初时都不知道伤势那么严重 后来去到医院才知道 原来手掌骨那里是断裂了 杨先生说已经报警 而医生要他休息三个月 由于他是家的经济支柱 担心手停口停 有保安员说 每逢旺角出现混乱冲突的场面 他们都要捉成人链站在正门这一处 以防有示威者冲入大厦里面 因而一旦有混乱的话 大厦大堂也有多部闭路电视摄影机 可以录下的状况 391个即是接近八成区议员 包括各区区议会政府主席 发出联储公开信 促请占中人士撤离 一些占领地点 品流复杂 参与占领行动的年轻学生 的人身安全 或会因为个别示威人士的激烈行为 而受到威胁 占领行动所带来的代价 现在是其他我们香港市民 正在默默地容忍和承受 而代表超过10万个公务员 政府人员协会和香港公务员总工会主席 也发表给市民的联名信 说占中问题 令到公务特别是警队同事 成为占中者 议员 政客和反占中者等等的磨心 整个社会被严重撕裂 又批评政客 利用警队执法时的失误 以点概念 夸大其词 作为政治弹药 示意打击政府和警队同事 为了获取政治资本 用整个香港的福祉做筹码 希望大家尊重法治和既有机制 等监警会作出正常的调查 不应该蓄移增加政治压力 无线电视记者赵佩瑜报道 本身是区议员的民主党立法会 议员何俊仁说 今次的区议员联署信 并没有咨询贩文区议员的意见 对于警方成为事件中的磨心 他和一些示威人士认为 问题根源在于政府 对于近八成区议员 指占领行动影响生活 又有公务员团体华警员 成为占领事件的磨心 有占领人士说 问题是由政府引起 因为八成是区议员 那多不多过我们市民 现在这么多人 我觉得自己代表方自己 自己觉得应该切就切 我们主要目标就是 争取真保存 但是政府就运用警方 去打压我们的示威者 其实我们很和平的 这样做成好像有一个冲突在那样 他都是把姿态出来 叫我们去离开 始终他们那边的阵营是反占中的 我明白他们的打工是要 是要听上头的命令 但是他们可以选择 去怎样做那件事 不需要像平时那样 拿着警棍 乱按 打到示威者的头上 震监屯门区议员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 何俊仁说 明白占中的确对市民的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准备犯法或准备犯法的黑社会 歹徒 兇徒 不是这些人 所以警察的确是很惨 好像做了祸心 是一个政治事件 才会有这么奇怪的情况出现 所以警方就不要将个别一些 很激烈的人的行为 就将它视为整个群体 他认为政府和学联的对话要有成果 局面才有机会缓黄 提供